蕎麦面是日本人最爱的面食之一。 在日本,真正喜欢并熟悉蕎麦面的人被称为蕎麦通。 所有蕎麦通最喜欢的莫过于新蕎麦了。 什么是新蕎麦呢? 就是在这一年里新收割的蕎麦。 蕎麦种子收获后,经过干燥和脱粒,成为附带骨壳的棕色蕎麦。 这种棕色蕎麦在室温下,味道非常容易变坏。 最近,保存技术得到了发展,可以把蕎麦保存更长的一段时间。 但即便如此,也无法与新收割的蕎麦相比。 它们的美味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日本的蕎麦按照品种分类和氛围。 秋天蕎麦和夏天蕎麦。 秋天蕎麦收割的新蕎麦也被称为秋新。 日本的蕎麦大部分都是秋天收割的。 它们大约在7-8月播种,10-12月收获。 日本有在跨年夜吃蕎麦面的习俗,算下来刚刚好。 而夏天的蕎麦,使用的是一些适合夏天生长的蕎麦品种。 它们可以在4-5月播种,7-8月收获。 夏季收割的新鲜蕎麦也叫夏新。 虽然它比秋新的味道要淡一些,但却别有一番风味。 在炎热的夏天,冰镇的蕎麦面沾上香气浓郁的酱汁。 吃一碗下去,热气全消。 蕎麦面还有其他很多非常适合夏季的吃法。 比如山芋蕎麦。 就是把山芋磨成泥状,配上纳豆、秋葵等蔬菜,具有预防中暑的效果。 再比如冷蕎麦。 也是一款在夏天常见的蕎麦吃法。 有点类似拉面的感觉,最大的特点是放入了天妇罗的小颗粒。 口感上增添了一些酥脆感,吃起来非常过瘾。 蕎麦的营养也是经过科学考证的。 和拉面、米饭类的主食相比,热量几乎相同。 但蕎麦所含的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等营养成分则更加丰富。 蕎麦中所含的蛋白质也价值非常高。 蛋白质由氨基酸组成,而氨基酸的种类大约有20多种。 其中,人体不能合成的有9种,这些不能合成的氨基酸是非常珍贵的。 含有的越多,蛋白质的品质就越高。 而蕎麦中至少含有两种以上这种不能合成的氨基酸。 另外,多分类物质对促进血液流通非常有效果。 比如蓝莓中的花青素也是多分类物质的一种。 多摄取它可对眼睛有益。 而蕎麦中含有的多分类物质是一种叫做Rutin的成分, 为了区别其他维生素,也被称为维生素P。 这个成分会形成连接细胞组织的胶原蛋白,还可以强化血管,给皮肤带来活力。 除此以外,还有预防高血脂,抑制更年期障碍等多种效果。 这些是其他类面食所无法达到的。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日本是怎么通过蕎麦面这个料理来达到健康目的的。 日本的蕎麦面都会配上葱、芥末等一些香气浓的小菜一起吃。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为了带出蕎麦的风味。 其实从营养角度上来说,这个做法是很科学的。 蕎麦中含有的维生素B1与葱里含有的辣味成分、西饼肌牛泥同时摄取。 不仅可以让人体更好吸收,效果还会在体内持续更长的时间。 另外,在日本,吃过蕎麦面之后,最后还会喝下蕎麦汤。 这个吃法也是有道理的。 爽口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因为刚才我们讲过的营养成分Rutin和维生素B1都是水溶性的。 煮面时不可避免地会流失掉一部分。 因此,在最后喝下蕎麦汤,可以重新吸收这两大营养成分,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如果开一家蕎麦面餐厅,我们大可把这些蕎麦的营养知识写出来装饰在店内。 还可以向学生或脑力工作者推荐多加葱。 因为蕎麦中的维生素B1与葱里的西饼基迷可以补充脑力,提高学习或工作效率。 还可以向年长的客人推荐餐后的蕎麦汤,促进血液循环。 看了这期节目,有没有想马上冲进蕎麦面馆的冲动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